各位錶員們好,這裡有四隻錶,全都是同一個牌子 我之前沒有特別介紹過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就是 Mountaineer 我印象中它有一個牌子叫做 Swiss Mountaineer 但那些錶是瑞士製的,因為這些錶不是瑞士製 所以名字就改了一點,就叫做 Mountaineer 大家看到它的錶面有一個標記,也有一個山在這裏 就知道這牌子一定是跟攀山有關係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它就成立於1955年 我不知道這個Mountaineer的拉基斯成立 不過Swiss Mountaineer是1955年成立的 也有一段歷史 這裡有這麼多隻,或者我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也算是最搶眼的那隻 大家看到其實它真的是雜大城之作 首先它就有這個紅黑可樂圈 而且它的錶徑大概42mm 其實它上半部就是黑色下半部就是紅色的錶圈 但它又不是GMT的手錶 最初我就想,其實頭15分鐘是紅色 可能會更貼切都未定 它有這個紅黑的錶圈 然後它錶面有些海浪的紋理 有些wave pattern 如果大家看到 然後它的錶觀就在四時的位置 所以我說雜大城於一身都不為果 令人會想起有少許Rollex的影子 有些Omega的元素 再加上這個四時位置 即是SEICO的小元素 那些東西都集齊在這隻錶上 是不是很過癮呢? 大家可以看看 這條鋼帶 還有一個安全的扣 還有Double Pushers 你一按兩邊就可以打開了 其實也做得蠻漂亮的 當然啦,要看菜吃飯的,對吧? 一會兒說一下價錢 大家就知道為何我這麼著弱 除了錶圈有紅色之外 其實它還有其他紅色元素 包括秒針尾 包括錶面的字樣 包括automatic 錄時位置 還有sepher 因為這是藍寶石水晶錶鏡 而且如果大家細心點看 Mountaineer Sport 在12時位置的logo下 其實M字做了紅色 其實其他的錶 大家看到就不是紅色 很有趣的 它有很多紅色元素 或者我都可以調教時間 給大家看看 退出兩格就可以調教時間 退出一格就可以調教日期 它亦有Hacking 停了功能 至於它的機心 就是SEICO NH35 的機心 如果SEICO自己用這個機心 便會叫做4R35 有停秒功能 因為其實都不是每隻錶 或每隻機心都有停秒功能 以這個價位來說 幸好它都有停秒功能 真是蠻豪華 我就嘗試調教日力給大家看 首先大家都看到 這隻錶 我就覺得 你作為一隻普通日用的手錶 其實都沒有問題 它的錶面都寫著 防水330呎 其實它的防水是100米 不是二、三百米的手錶 是防水100米 看看底部 它還有透底機心 寫著Stainless Steel 它有日本的機心 剛才也說 是SEICO的機心 如果大家玩得多 你看看它的佈局 大概都知道 還有這個價位 當然 它這個錶冠在四時位置 還有有少少Crown Guard 所以你說 很難不令我聯想起SEICO 說真的 所以都是很集大性 或者看看夜光又如何 我相信 都看到一定有夜光的 包括它那個錶圈上面的 到三角的夜光珠 亦都有這個夜光 紫針有 小時刻度有 所以這隻錶其實日常佩戴 我覺得挺好的 又有100米防水 還有這麼帥的設計 戴上7吋的手腕 這隻錶真的很有份量 也挺漂亮 其實我之前記得 我曾經GIF-AWAY 也試過送出Mountaineer的手錶 但那幾隻是石英錶 當然層次不同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機械錶 除了紅色之外 還有其他顏色 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嗎? 這次的秒針和字 以及Mountaineer的名字 其實是用了綠色的 所以它連名字的顏色都不同 也挺有換味 挺有心思的 我覺得 大家都看到 這隻是藍黑的版本 再加一些綠色 感覺又有點不同 我開始以為它是藍黑 就會用藍色秒針 但原來它用了綠色 這隻就配調 這條是否皮帶 咦? 是藍色的皮帶 難道不通? 看一看 如果大家調轉這隻錶 就看到這條表面是像皮帶 但其實它是膠帶 看到後面 所以這隻錶 你又可以拿去濕水 都應該沒問題 它都預料你是這樣做的 這隻錶 看得標底更加清楚 寫明是100米 大家可以看到 其他東西應該是一樣的 戴上手又如何呢? 這隻也挺有型 我覺得襯這條像皮膠帶 又有另一個感覺 真是不錯 又給大家看看夜光 其他東西 我相信這隻和剛才的紅色 即是紅黑標圈那隻 都應該是差不多 SPEC 都差不多 不過有不同的配色給大家選擇 除了這兩隻又還有些甚麼呢? 沒錯 這隻就是鋼帶 左手邊那隻就是膠帶 視乎大家喜歡些甚麼 不過我覺得有時帶膠帶挺有趣 可能鋼帶標大家都很多 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隻膠帶我覺得更年輕 拍攝兩隻藍黑圈的版本之後 或者又給大家看看這個 紅黑Cola 以及藍黑的Batman 的分別 看看吧 其實兩隻都真的挺漂亮的 它的造工都比我想像中更好 其實 當然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它的靈感來自其他品牌 但其實你有自己的風格也不錯 還有我剛才拿起的那隻 就是黑色的版本 最後也要給大家看看價錢 大家都看到價錢 基本上它膠帶的版本 就是賣1480港元 另外那三隻鋼帶 就是1680港元 說真的 它定價已經很便宜了 說真的 即是1480元 1680元 那膠帶更便宜了 說真的 這樣的價錢 它有藍寶石水晶標鏡 日本SEIKO機芯 拿著牌給大家看看 動能儲備41小時100米防水 還有不要忘記 雖然這個這麼便宜 那不可能再做半價 但是你多一點點 例如說八折或八多折 其實說這些標 是1000多一點 就已經可以買到 哇 還有這麼多顏色給大家選擇 哇 我又有選擇困難症了 還有造工一點都不差 真的 我建議大家拿上手看一看 你就知道我說甚麼了 都很希望大家會支持多些不同的品牌 還有如果大家未訂閱 也沒辦法訂閱、按讚和留言 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推動力 好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